11月26号晚 某品牌2014春夏时装发布会在京举行 设计师高阳鞋 黄博 杨幂 李爱等明星纷纷盛装出席 当天杨幂身着该品牌最新款秋冬装亮相 身材高挑不过却销售不少 仔细看脸上还有不少痘痘 不知最近是否太过忙碌 近日一名90后女生在网上晒出自己的照片 很多网友看后都误以为是杨幂 仔细看这位姑娘与杨幂的相似度高达95% 不知道杨幂有没有看过 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我听说了 虽然杨幂称还未看到这名90后女生的照片 不过想必看了之后也会惊讶 竟然如此的相似 其实自从杨幂大火之后 不少想要红的女生都自称小杨幂 更有人照着杨幂的样子进行整容 如今杨幂已经成为继范冰冰孙丽之后 爱美姑娘们整容模仿的对象 除了成为女生整容范本 杨幂最近还成为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的命名素材 不少网友表示出题的绝对是杨幂的粉丝 当日受访时杨幂表示自己确实感觉受宠若惊 还挺受宠若惊的 但是就是希望这种正能量能够分享给大家 算是我的一点点经验